兄弟们,这才是真正的黄浦江 黄浦江的水真的是黄的 但在这样的位置的黄浦江真的是财富的象征 仅多少个达不了,你受得了吗? 顾力堂皇的踏堂,24小时的管家服务,好贵气 接下来上楼看 现在到了我们的35楼 期待一下我们整个房子的无敌江景 352平 然后这边是我们正门的路口 打不开,接下来大家走后门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乱走后门 然后看一下,从这里开始 我的私家电梯 然后看一下早期的房间 财富已经有点老了,所以这个装修大家可以忽略不计 你看洗衣房,这是我的工作空间 再过来,这里就到达厨房空间了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格局越来越大 厨房这边是朝北的 然后接下来竞争奇迹的时候感受一下 哇塞,豁然开灯 这么大的走道 352平 然后层高也是蛮棒的 感受一下我们的客厅 双面采光 来感受一下 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财富海景020最好的江景位置 大云湖客厅啊 转角阳台 再来看一下这边 那边是我们的绿体外单中心的高楼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外滩BFC 那边是我们的老外滩 前面中央海景 摊成衣品全都看得到 整个20万道都在你的眼皮底下 太漂亮了 这个厅气也蛮棒的 给力哦 看完这里 再来回顾一下我们的大客厅 是不是超棒哎 但是好像装修很老 需要改造 然后这边是给你做了一个客人的房间 不是很大 也可以做一个老人房 同样的位置将近还是蛮棒的 继续看这边的方向 然后你看一下景观餐厅朝南的 直接凝结我们的阳台 再来看一下 谁家会有这么大的走道 然后这边又给你弄一个房间 朝南的 没有做套房 好 看一下我们路门的感觉 刚刚不给我走正门 我没办法 只能走后门 然后这边做了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空间不是特别大 没有洗澡的 不是很方便 接下来看一下 谁占钱 谁享受的走务空间 起居室 那这边 南浦大桥都看得到 这边是我们的三号楼 再来感受一下这边的一个感觉 哇 这个空间很大 来看一下里面的布鲁士的衣帽间 哎 这边也蛮大的 20年级的设计 双台盆 每天不用想起座 按摩浴缸 金碧辉煌的 像不像90年代的五星级酒店 再来这里一起晒下我们的太阳 是不是超舒服 设计淫不淫性 主卧常在里面 私兵性最好 如果你喜欢它 朝起就带你做财富海景的主人 拜拜 大家好 刚才呢 首先呢 是给大家分享了 位于这个中国魔都大上海的一座正在出售的江景豪宅 小视频里的这个小伙子呢 他据说呢 是上海的一位啊 专门卖豪宅的这么一个房产的经纪人 正在看这个影片的网友们 大家呢 如果说有看上视频里的这座上海的豪宅的啊 有这个意愿出手接盘的可以呢 给狗哥呢 发email啊 狗哥呢 可以帮忙预约看房 并且呢 最后这个成交价呢 肯定可以打个折 狗哥在这不是这个开玩笑啊 狗哥这点小面子 至少这个房价打个98折 这个呢 是肯定没问题的啊 如果说有认真的想看房的网友们 大家呢 需要准备一个验资证明啊 就是能够证明 你这个有啊 有能力购买这座豪宅的资金 需要这个总额呀 至少是5000万毛币的啊 可以动用的资金证明 这些资金呢 最好呢 是赤裸裸的躺在这个银行账户里边的这个现金 这样呢 才是这个最有诚意的 视频里的这座豪宅呢 它具体的位置在上海浦东陆家嘴这个核心金融区 楼盘的名字呢 叫财富海景花园 那这个楼的位置呢 就不用狗哥呢 再去多介绍了啊 也不用再展示什么地图了 因为它这个位置的优越性 它这个稀缺性 大家从这个视频里边呢 都能够看的是非常清楚 上海本地的网友们肯定呢 就更不用说了啊 大家呢肯定都知道 这些个啊 上海顶级豪宅楼盘 他们的名字 小视频里边正在卖的这个房子 它的总面积呢 是352平米 三房两厅 它的这个总价格 狗哥估计呢 你如果说是现在啊 真有诚意要接盘的话 这个价格呢 肯定5000万毛币拿得下来 5000万毛币 大家呢对这个呢 心里呢有个数 这呢先说一下狗哥自己对中国墙里边这些个所谓豪宅的鉴定标准 这说的只是这个中国墙里边不包括这个香港的情况 狗哥自己呢是认为啊 中国墙里边的这些个房子至少总面积呢应该在这个300平米以上 同时这个总价格呢要在5000万毛币以上 这样的房子呢才能够算是豪宅啊 这样的房子才能够购得上豪宅这个名字 300平和这个5000万毛币 这个呢是应该啊 这个中国墙里边豪宅们他们的入门标准 你如果说是这种真正好的啊 可以算得上是顶级的豪宅 那这个市场价格呢应该呢在这个8000万毛币以上 甚至说呢在1亿以上 这个呢是狗哥自己啊 看待这个中国墙里边房地产豪宅的标准 那这样的豪宅在中国墙里边显然只能存在于中国的一线城市里边 主要呢就是在这个魔渡上海和地渡北京 像视频里边的上海陆家嘴的这个财富海景花园的这套房 狗哥认为呢它呢就是一个入门款啊 就可以呢勉强啊算是一座豪宅 因为它的这个市场价格呢 现在应该在这个5000万毛币左右啊 大家注意狗哥在这说的是他现在的这种市场价格啊 这个房主他如果说现在非常着急要卖掉的话 那这个5000万啊他应该可以卖的掉 如果说他现在找不到接盘侠 再过个几个月那肯定这个5000万啊也卖不上 这个呢就是现在啊上海豪宅市场的这个行情啊 这个豪宅们他们的价格呢也是在下跌 而且呢下跌的也是这个很厉害啊很快 这个情况狗哥呢待会呢还会再说 先吐槽一下小视频里边这座上海的豪宅啊 其实这个呢他如果说不是5000万这个价格的话 那狗哥呢根本不会认为这样的房子 他能够算是这个所谓的豪宅 因为第一大家呢都可以看出来这个房子他楼层的这个高度呢不行啊 从视频里边看他这个房子的层高啊也就是在2米7左右啊 肯定呢不会超过3米那这样的层高在里边住的话 你这个感觉呢还是会比较压抑啊 所以呢他其实呢不符合豪宅的标准 中国城市里边这些个公寓楼一般这个层高呢都是2米7啊 如果是真正的豪宅的话那这个层高呢他肯定是应该呢要高一点 这样呢你住的才够厂量这个呢是层高这个问题啊 第二个大家呢应该呢也都能看得出来这个所谓的豪宅里边他这个装修不行 他这个装修呢已经是这个很过时了 视频里边的这个中介小哥他呢也说了这个装修呢是比较老的比较过时 这个主卧的地毯上甚至说呢还有非常明显的屋迹啊有这个很明显的比较脏的地儿 所以呢你这种状态要卖的房子其实呢不能算是豪宅 这个呢是狗哥自己的看法啊但是呢这一点呢也可能是见仁见智啊 估计呢也有网友呢会有不同的意见可能呢会认为反正你呢也要这个重新装修啊 这一点无所谓的这个呢就不多说了啊大家呢见仁见智 第三点假如啊假如狗哥自个儿现在是上海这座豪宅的房主 那现在即便是4000万毛币有人接手有人接盘狗哥呢也会立即马上即刻同意4000万就把这个房子卖掉 然后呢会赶紧的把这4000万毛币呢都换成是美金搞到中国墙外边 刚才说了现在这套房子他的这个市场价格呢可能会在5000万毛币左右 但是啊假如狗哥自己是房主的话肯定呢4000万就愿意卖 4000万毛币现在换成这个美金大概是550万左右啊 550万美元的这个现金你这个稍微里点财 那在这个地球上啊你无论是生活在哪个国家基本上都可以做到这种财务自由了 而且呢你如果拿其中的100万美金出来买房的话 那在很多国家你会买掉的这个房子啊这种居住和生活的品质比住在上海这个黄浦江边不知道会高多少 当然了这点呢肯定的也有这个中国网友呢会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说呢有上海的网友会说啊我就喜欢住在上海 我就离不开上海的那些个饭馆那些个餐厅那些个便利店啊 有这个其他的中国网民的还会说呢哎我就喜欢住在中国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网友这个呢就没办法了啊 在这种居住条件居住环境这方面呢就没有办法去做对比了 对这样的上海还有中国网友的感受 狗哥自己呢当然呢也会是很尊重啊 毕竟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对不对 狗哥今天给大家分享上海的这些个豪宅的情况 是因为最近这两天看在中国墙里边有一篇这个比较火的自媒体的文章 是来自中国的一个房地产自媒体 他这文章的标题终于连豪宅市场也绷不住了 这篇文章他主要呢就是关注了这个中国一线城市上海还有北京这个豪宅房产也开始崩盘的情况 那这个中国房地产的状况 狗哥呢最近几个月一来呢一直在关注 因为这个房地产的情况他对于整个中国经济来说实在呢是太重要 在两个多星期之前狗哥在当时影片里呢有过一个判断就是中国房地产呢已经开始崩盘 主要情况呢就是这个价格呢他在崩塌 同时呢成交量也在崩塌 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中国墙里边啊现在已经是没有多少人愿意买房了 也没有多少人有能力去买房了那中国的那些个房地产开发商们他们呢也就没法再去投资了 这样呢房地产他肯定就完了所以呢在今年啊2023年中国房地产他跟整个中国经济的这个状况和走势呢应该是一致的 就是今年呢他是一个开始崩塌之年如果说在过去的五年的时间里边从2018年到2022年 这两方面他们都是在变得越来越疲软变得越来越下行的话 那在今年啊2023年就是已经进入一个开始崩塌的阶段 自身的哥们都知道狗哥呢是自古以来把这个2018年界定为是中国的战狼元年 所以呢中国的这种政治上的走势还有经济上的走势啊其中包括这个房地产的走势 但是他们其实呢都是相当一致的中国墙里边他越是这种加速开道车 他越是搞的这个文革和战狼他越来越严重那中国经济呢他就会越糟糕啊 这些方面他都是正相关的关系还有走势 上海房地产的这个豪宅的市场呢他同样也是受到这方面很严重的影响 熟悉房地产的网友们都会知道一座城市里边这个豪宅们他们的价格和成交情况经常呢就是这座城市里边啊整个房地产行业的风向标 房地产行业他好的时候那豪宅们他们的价格呢是涨得最快的 房地产形势不好的时候豪宅们呢他们呢通常的也会更扛跌啊这个保值性呢会更好 所以呢如果说一旦一个城市里边豪宅的这个价格呢也开始大幅度的下跌甚至发生雪崩 那这个呢就能够说明这个城市里边房地产啊基本上已经是完了啊 因为豪宅的价格如果说出现雪崩那又意味着这个城市里边其他普通住宅的这个价格呢 他会跌的更厉害这个呢是一个普遍的道理 刚才说的这篇自媒体的文章他呢就比较详细关注了 最近一个月以来上海豪宅市场的这种降价潮 他说呢这轮上海豪宅降价潮已经是持续了大概一个月了 降价的房源从最开始的零星两三个发展到啊 可以制成一张长长的表格啊满屏的红色数字啊 到处都是这种直降千万的优质房源啊 总价直降千万毛币单价也回到了两年前 一看这些有这个挂牌出售降价出售的小区的名字都是曾经赫赫有名的豪宅楼盘 你比如说宾江花园啊茂民公馆等等 他这就提到了这个移民看头小时评里边说的那个楼盘 陆家嘴啊财富海景花园里边前排的一套大平层 他这说的前排就是说这个楼盘里边啊最靠近黄浦江啊就是江景最好的房子 说呢有一套大平层今年五月份他成交的单价呢还是27万毛币一平米 那最近这个楼盘呢有挂牌的价格呢是12万毛币一平米 那按照他这的这个说法呢 这个楼盘这个单价的价格呢是下跌了超过一半 但是呢狗哥呢是查了一下啊 他这这个说法呢应该呢也不是特别的准确啊 财富海景这个楼盘他最近确实有这个挂牌单价是12万的这个房子 但是呢那个房子呢他是比较小的面积 200平方多一点 所以呢他卖的呢就便宜 豪宅这种东西肯定有网友明白 一般来说这种豪宅楼盘啊 面积越大的这个单价呢反而就会卖的越贵 因为这种豪宅楼盘里边面积越大的房子 通常呢位置呢是最好也最稀缺 所以呢他的单价呢反而会越贵 这个情况他跟这个普通的楼盘的不一样啊 普通楼盘一般的都是小户型的这个单价贵 大户型的这个单价呢便宜 这个情况很多网友都会明白啊 但是这个豪宅楼盘呢他就不一样 豪宅楼盘呢他是相反 所以呢他这说就是上海财富海景这个豪宅楼盘 现在他这个挂牌的价格呢已经是跌到了12万一平 那这个呢应该呀呃就是那种单价本来就低的啊 那种相对小的户型 影片看出小视频里边卖的那套350多平的将近最好的 这种房子现在呢还不至于跌到这么低的价格 但是呢狗哥刚才也说了啊 如果啊如果狗哥自己是房主 那现在这个心理价格呢就是12万一平 总价4000万毛币 狗哥自己呢就愿意卖掉 当然不管怎么说 现在上海的这些个豪宅 如果说他们的房主着急卖啊 着急这个卖掉换美金啊 跑出去的话 那基本上房价最高点的那个价格降个至少百分之二三十 这个呢都是必须的啊 你现在如果说不想将家这么多 那根本呢就卖不掉 根本呢不可能会找到接盘侠 他这永战里边呢还说了 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一个楼盘 叫华府天地的一套400多平米的大平层 半年之前这个卖房的报价呢 是1.55亿毛币 最近报价呢是1.2亿呢 也可以谈啊 说这套平层呢 是整个小区里边最新的房子 业主呢是三年前买下的 但是呢受疫情的影响 在今年的三月份才结束了这个投资上千万的装修 但是呢没想到 今年业主的家人呢 已经是集体决定要到国外去生活 只剩下业主本人呢 是孤零零一个人在上海 所以呢 他现在呢也不想生活在上海了 就想卖掉这套房子也去国外 这套房子半年的时间 这个他的已经是降价了三千五百万 国家那是估计 他要真想啊 在这个今年卖掉 可能呢至少 至少呢还要再降个这个两千万啊 总价格不到一亿 这个呢才有可能 这种房子肯定呢就算是中国的这种顶级好宅了 文章的作者还说呢 上海有一位资深的豪宅中介 他是估计说上海呢几乎一半的豪宅业主 现在呢都在往国外走啊 他这的意思就是说呢 上海几乎一半的豪宅业主都在往中国墙外面润 那这里边呢不少人就有这种卖房啊换美金的这种需求 这个呢就是导致最近这一两个月以来 上海市场上这种豪宅的挂牌数量呢增加很多 同时呢也导致豪宅的价格下降很多的主要原因 狗哥在这呢重点呢跟大家讨论一下 他说的这个上海几乎一半的豪宅业主都在往国外跑 这种说法呢 他到底是不是准确啊 这种说法呢 他到底是不是夸张 一边开头狗哥呢已经定义了中国墙里边什么是这种豪宅啊 什么样的才算是这个豪宅业主啊 就是总价格超过5000万毛币的房子 这个呢才算得上是豪宅 大家再来看一个数据 这个呢是中国的这个胡润财富报告 在今年三月份发的一些数据 是中国墙里边拥有这个超过一亿元毛币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的数量呢 是达到了13.8万户 比去年增加了4600户 其中呢拥有超过一亿元毛币可投资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 这个数量呢是有八万两千户 狗认为呢能够在上海拥有豪宅的人 他们基本上应该都是在这八万两千户里边的啊 他们拥有这个超过一亿毛币的可投资资产的人 这些人他们才算是中国真正的富豪家庭 全中国呢一共有这个八万两千户啊 应该最主要都是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中国的一线城市里边 那这八万两千户里边如果其中生活在上海的有这个百分之三十占三分之一 那这个在上海的就是有大概两万多户的这种富豪家庭 这两万多户他们应该在上海呢都有豪宅 都是这种豪宅业主 所以呢按照那个中介说的啊 上海几乎一半的豪宅业主都在往国外跑 那这儿呢就是涉及到差不多一万名上海的富豪啊 这一万名富豪里边哪怕是其中只有百分之十想卖掉自己有的豪宅 想转移这部分资产到中国墙外边 那这个呢就会意味着上海呢有上千套豪宅在挂牌出售 但是现在上海他实际上出售的豪宅有没有这么多应该是没有 虽然墙里边这方面这个数据呢他没有啊 这方面准确数据呢也很难有 但是呢根据狗狗看到的这个很多的信息 现在上海挂牌的这个超过五千万价格的这种豪宅的数量呢 肯定不会超过一千套 但是呢小几百套房这个呢应该还是有的 所以呢文章里边说上海几乎一半的豪宅业主呢都在往国外跑 这个说法呢狗狗认为是有点夸张 而且呢大家都会知道上海这好几万名富豪的家庭 其中肯定呢有很多很多人人家早就有这种国外的身份了 有其他国家的国籍或者说绿卡之类的 这些东西人家肯定早就有了啊 不可能有这么多人现在才想起来要跑 所以呢狗狗是估计呢 上海的这个富豪里边现在你说有这个大概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他们现在呢想卖掉他们的其中的一座豪宅 要把这部分的资金转移到中国墙外边 这个呢他才是可能啊最接近实际情况的啊 所以呢这个文章里边中介的说法啊 你如果换成说上海几乎一半的富豪们 他们现在都得加紧往中国墙外边转移他们的资产 这个说法啊狗人为呢会更真实啊 因为今年以来这个中国经济的情况还有其他的情况 真的是让很多很多中国富豪们他们呢也是最终的希望呢 最终的幻想呢也都破灭了啊 也都在加紧呢往中国外边跑 但人家这个转移资产也未必呢就必须要卖掉在上海 或者说中国其他这个城市里边的豪宅啊 因为对这些富豪们来说墙里边这个豪宅的财富啊 只是他们总财富的这个比较小的一部分啊 人家呢可能很多人呢也没必要就全卖了 这个呢是今天狗呢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啊 比较这个高大上的信息 希望对大家呢有一些启发 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啊拜拜